尊敬各位来宾 大家早上好 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这么多新老朋友相聚 我是阿里云容器服务团队的伊丽 今天我将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语言生AI领域的一些工作进展 语言生是阿里1加4开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与操作系统 数据库 大数据所并列的四大战略领域 以及是支撑AI模型社区摩达的底层技术 阿里云已经向CNCF基金会捐赠了超过11个开源项目 其中Dragonfly,Kubi Villa,OpenCruise已经进入孵化阶段 在此非常感谢所有的开发者 谢谢 在去年我们见证了AI大模型的惊人的速度在进化 它持续在刷新我们对智能的认知和期待 然而这背后是训练大模型所面临着对计算力指数级的增长 计算技术设施面临着三大技术挑战 第一是规模 技术设施需要能够高效调度万卡的GPU集群 提供TPG的高性能网络链接 支持对PPG数据的训练 第二是性能 我们需要综合使用多种分布式训练的优化手段 来提升模型的训练速度 第三是效率 我们需要强大的工程平台 来支撑从模型训练微调到推理 整个生命周期的快速迭代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 我们不但要算法上的突破 也需要工程上的创新 以Kubernetes这样的开放开源的技术 已经成为支撑大模型工程化的底层技术基础 阿里云也一直致力于此 向社区贡献了包括像Floid KubiDL等项目 让AI应用可以更加高效地运行在Kubernetes平台之上 同时我们也向社区贡献了 像Cross Gathering Plug-in这些能力 能够帮助Kubernetes 更好的提升AI的应用的资源分配效率 它也被应用在OpenAI等大规模训练集军场景 为了更好的支撑 AI大数据这样的工作负载 以及更好的支撑像GPU RDMA这样的新的易购算力 我们将更多的能力沉淀到开源的 Cordinator项目之中 Cordinator源自阿里巴巴大规模混布实践 能够高效统一地将微服务 AI大数据等应用运行在一个机群之中 它采用非侵入的架构设计 能够在兼容Kubernetes所有调度语仪的前提下 同时提供了完备的批量任务调度原语 包括像Gang Scheduling 优先机对裂 弹性配额等等 可以无缝地和Quibflow QuibDL等AI框架所集成 同时 它也支持拓扑感知的性能优化 可以从NVlink PCIE RDMA 等多种网络拓扑连接中 选择最优的一组GPU来进行训练 有效地提升了训练速度 同时 它也提供了精细化的GPU共享和调度能力 可以帮助企业提升GPU的资源使用率 Quindator开源一年多以来 已经广泛应用在众多企业的生产系统 我们也正在推进它进入CNCF项目 帮助项目能够有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 除了调度相关的能力 阿里云容器服务ACK和原生亚套件 还提供了AI任务管理 数据级加速 弹性的训练和推理等众多功能 可以帮助开发者在阿里云上 轻松快速地构建高性能的AI平台 它不但支撑了阿里 包括像邻居智算 通一千万大模型 还有像妙压相机这样的爆款 AIGC应用 也帮助众多的国内外企业 落地AI平台和大模型技术 它可以帮助企业将GPU资源利用率提升100% 将模型训练速度提升20% 将数据访问的效率提升30% 我们也在持续将这些技术能力 回馈到社区 如果大家对这些感兴趣 也期待到阿里云的展台 和参加我们小伙伴们的session OK 在此感谢大家 谢谢